有點像雞高湯做出來的蒸蛋 我是綠疙瘩 它現在的鮮味已經比蒸蛋還要來鮮 就完全是Ruby自己研發的 它越吃越像耶 哈囉啦 野菜樂樂 我是Ruby 我是小妍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的是全素蒸蛋 寄上次的菜脯蛋 得到大家 熱烈的反饋 對 沒錯 今天呢 要來做蒸蛋了 也像小時候啊 阿嬤就會打一顆蛋 然後到那個鐵便當盒 然後加一點水 然後就放到電鍋裡面蒸 那是我下午的點心 有一點那種小時候的基因 我個人也是非常愛吃蒸蛋 有時候去便當店也是要挖蒸蛋 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是 研發出了全素的蒸蛋 讓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都可以做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我真的把它 極減到最少最少的食材 各大超市就可以買得到的食材 就可以完成了 那另外呢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食品品牌 野鹿食魚 已經上線啦 那目前有三個產品 分別是 膠香油辣子 還有麻婆豆腐料理包 跟川味乳肉料理包 那這三樣產品呢 都是我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整整一整年 好像超過喔 對 其實是超過啦 其實有超過 測試了很多香料啊 還有一些中藥材的比例搭配啊 最終呢 調整成我們身邊的老桃 還有一些厲害的大廚 認可的正中川味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辣的啊 或是中藥香氣的朋友啊 我們真的 真心的推薦給你們 那購買連結啊 跟客服的LINE帳號 我們也都會放在影片下面的置頂留言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囉 那產品銷售的所得啊 我們也會用來支持我們持續拍攝影片 感謝你們一路上的支持與鼓勵啦 那我們就開始料理囉 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板豆腐 高麗菜 鮮香菇 金針菇 秀針菇 跟老薑 首先呢 我們先把高麗菜剝成這種小片狀 然後把它洗乾淨 再來呢 我們把鮮香菇 跟老薑切成片狀 然後金針菇切成小段狀 鮮菇用手把它撕成條狀 料都備好之後啊 我們就準備一個平底鍋 倒入一點植物油 然後先把我們的菇類 還有老薑 把它煸到 焦黃酥脆的樣子 要焦黃不是金黃 對 煸它們的過程中啊 記得就是稍微翻炒一下 讓它每一面都均勻的上色 然後至少都要掉這樣 焦黃色 煸好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放一個碗裡面 然後現在換炒高麗菜 把高麗菜炒軟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就跟它倒一起放在一起 因為它等一下也是要一起打 一起打碎 現在呢我們就準備一台料理機 或是果汁機 也都可以 然後放入我們剛剛炒好的這一碗 香菇跟高麗菜 然後就把它打到 還有老薑 對還有老薑 就把它打到整個是 細碎的狀態 要到非常非常細嗎 我覺得這就是看機器啦 如果打 沒有辦法打很細的話也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有破鼻肌也是可以 更好 對更好 就是你等一下吃的口感就會是很綿密的 它就等於把鮮味整個注入到板豆腐裡面 把食材啊打到你機器打到最碎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加入板豆腐 那板豆腐的部分啊 是要連著它裡面的水一起倒進去 再來呢我們就加入一樣的酵母 薑黃粉 黑胡椒白胡椒鹽巴 還有植物奶跟一點香油 然後就把它攪拌均勻 打均勻 對打均勻 隨時打開把旁邊刮進去 對 然後根據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一個可以放得進電鍋的盤子 比較深一點的盤子 剛打好的 薑體倒進去 一定要用植物奶嗎 如果沒有植物奶的話 加水也可以 那有植物奶的話 它的香氣也會多一個 它會多一個甜味也可以 也會多一個香味 好香喔 現在就準備電鍋 然後外鍋放入一杯水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蒸煮 你現在這樣直接看就很像蒸蛋了 對 而且還短用短用的 電鍋跳起來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取出來 然後灑上我們的黑鹽 就可以享用囉 好 這質地真的很像蒸蛋 哇 哇 雞皮疙瘩 還是會有一點點些微的差距 畢竟是豆腐做出來的 料理機整容 它可以把它打得更綿密的話 可能會更接近 它現在鮮味已經比蒸蛋還要來的鮮很多了 很像以前的蒸蛋加味精 或是用高湯去做的蒸蛋 對對對 有點像雞高湯做出來的蒸蛋 這一道就完全是鹿比自己鹽巴的 做過一到兩次 然後再給它一些口味上 可以怎麼樣這樣子 這次調整出來的比例 是我們自己覺得最滿意的 很多人會問說黑鹽要在哪裡買 那些網路購物上面其實都可以找到 你就打黑鹽 基本上就會出現 它越吃越像耶 其實我覺得植物奶蠻重要的 我覺得營養蒜物也蠻重要 它會多一個香氣 就是有點像蛋奶的那種香氣 你把它裝成一杯一杯的啊 然後裡面就是先倒一層 然後塞一個可能小丸子啊 然後再倒一層把它倒滿 基本上就是茶碗蒸的概念了 其實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想法去看這件事情 它可能是一個全新的食物 吃下去的時候 你只要在乎它好吃或是不好吃就好了 說回去我們野鹿食魚的產品 我們是做川味的 台灣人對麻婆豆腐 會有一個比較既定的豆瓣醬炒出來的味道 我們做的是真的比較偏向正宗的川味 如果你喜歡吃辣香氣堆疊出來的味道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自己蠻喜歡的 打開的味道是很香的 再來是它的那個豆腐的部分 正宗的豆腐的話一定是用嫩豆腐 但是因為要經過工業滅菌 所以我們不會去用那個嫩豆腐 我們選擇是一種豆干 我們覺得它是有嚼勁 也有它的香氣在 之後我們也會持續的分享 我們產品的應用 差不多這樣 那蒸飯這個東西 分享給大家 它很厲害 好 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對 你不喜歡吃辣椒 吃辣椒